從30月開始,這邊其實就是比較偏到深層圖片的部分 那你可以看到Adobe當然在設計領域 就影像處理這一塊還是領頭養 所以呢他在AI的投入 他就特別開發了一個叫Firefly 不過當初他比較有遠見一點 也就是說他的Firefly呢 他訓練的資料庫 都是用他自己的圖庫 所以不會有所謂的版權的問題 這是他的優點 當然也因為這樣,所以你要生成什麼Hello Kitty Doraemon啊那些就會長得不像 就會比較奇怪一點 就是不會有那個跟他一模一樣的 那他也把這樣的技術就放到Photoshop啦 伊達崔德啦 甚至現在也拿到什麼Premier剪輯軟體 之類的 比如說你看我們右手邊這一塊 右手邊這個就是很清楚的 我們一般影像處理會做的 也就是說我們直接給他一個提示詞 撐一撐上圖片這是最基本的 但是常常設計師會有一些其他想法 那以往我們可能除了把這個範圍框選起來 我還必須要怎麼樣 還必須要想辦法把這個影像做融合 對不對 現在 工具的使用 交給AI 你給他想法就好了 他就可以把你做到 所以現在有一些AI的平台 也開始往這個方向前進 那 我們看到33頁這邊 其實現在的這種生存圖片的主流 主要就是像包括像Mijury 這個應該是大家在新聞上最常看到的 不過他已經不開放免費使用 所以他就是一定要付費才能夠用 那他這一種呢是屬於封閉型的 就像馬斯克有講到嘛 OpenAI已經不Open了嘛 對不對 因為他當初設立的 就是一種創作的 創建的目的就是要開放 但是現在他不是開放的 那既然有不開放就有開放的 所以呢 你會看到很多 開放的平台 他用叫做Stable Diffusion 包括我們一開始有跟大家介紹 Stable Video 這種就是屬於開放的 開源的平台 那每個人都可以用 所以現在呢最近 也有很多台灣的一些研究機構啦 或者公司他們有釋出所謂 台灣版的 大型語言模型 但是各位他們都不是從零開始做 他們怎麼做 他們都是拿這些 就是大型語言模型開源的 我來加入一些 台灣的參數進去 因為要訓練這個成本很高 所以大家都希望說 我盡量不要重新再來 所以 你會發現有很多就是用這樣的開源的工具來做 所以對岸的也有很多是用這種方法做的 好 那我們就 來看看囉 那當然 我們有 跟大家介紹過 其實 剛剛我們口拍的 一開始用的口拍的深層圖片 那個就是 微軟的 目前 他算是公認 對於中文理解能力最好的 因此呢 各位你可以試著 幫我打開我們現在簡報的 第34頁 好34頁這個 也就是呢 你剛剛有 進去 口拍的 那是他 比較屬於 文字式的 對話的工具 對話的那個介面 那 你要深層圖片 我會建議大家來這邊 你就可以從這裡打開 因為他其實 今年才改原子 所以他的很多平台 都沒有 整合在一起 所以我們還是需要 進到不同的網址 那未來他應該會把它整合的比較 單一啦 所以會比較完成一點 有沒有 進來了 你剛剛也有登錄 那個微軟的帳號了 所以應該 這個帳號會直接看到 如果沒有 你就 直接 登錄 他有一個那個粉紅色的 開始創作 你就按下去 再點一下 使用一般帳號就好了 這樣OK嗎 這個在 網址在簡報的 這裡 34頁這邊 好這裡有個官方網站 你可以直接複製 就把它放進來 那線上的 老師和同學的話 我會把這個 網址丟給你 因為 他對中文理解能力很高 所以我覺得 其實大家就可以試看看 好那你進來之後呢 下面這邊有一些 Sample 你就滑過去 就可以看到那個提示詞 那如果呢 你要深層圖片 當然你的提示詞 就可以直接 打在這裡 好我們有講過他 一天就有15個 加強型的點數讓你用 每深層一張 就扣一點 超過了 深層速度比較慢一點 但是 還是可以怎麼樣 還是可以深層 好 有沒有都登錄了 都有了 那我們從 簡報36頁來看一下 簡報的36 36 有看到了嗎 最近有沒有感覺 黃金貴很多 沒關係 我們自己來 你有缺 黃金有缺美金的 你看 從36頁開始到大概 30 40 二月左右 我都在 給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 一些語法 其實我們在學校我現在都會給同學一些主題 以我現在這個來講 這個主題就是 袖珍屋 就是我們講的那個縮小模型 好縮小模型 那我們一般 這裡很像在寫作文 也就是說 其實你 最簡單的先不管 你要怎麼講 就是 你要他深層圖片 比如說你要什麼樣的場景 你裡面有沒有什麼主角 什麼樣的主體 可能是人 可能是動物 也許是一個房子 都有可能 那有做什麼動作 那這個 圖片的風格是什麼 你都可以給他 當然這不是 必備的 你今天沒有給他的 就是由AI自由創作 這樣了解 所以如果像我們這個 這兩個 我就很單純 只有給他場景 就是我要用黃金打造的 袖珍屋 那你就可以 像這樣 點兩下 好 我就把它複製起來 我把這個提示詞 拿到這邊 貼上 沒有嗎 好 複製好 貼過來 你就送出 好那這樣子呢 他就在這邊深層 有沒有 馬上扣一點 那麼你深層過的內容 會出現在哪裡 會出現在我們的右手邊 所以各位有沒有看到我 剛剛透過口拍的深層的 對不對 所以我說也會扣點數嘛 一樣的 有沒有感覺 這樣子你就有黃金屋了 就可以藏阿嬌了 好那 這個呢 你稍微留意一下 我們放在 口拍的深層好之後呢 他預設會放在我們的右手邊 就是這些所謂的最近的 可是最近的總有可能變得過往的 好過去是嘛 也就是說你超過他這個內容 可以容納的 就會不見 因此如果你有你特別喜歡的 哪一張圖 麻煩大家一定要記得 做一件這個事情 叫做儲存 儲存 也就是說你點進去之後你把它按一下儲存 那他會幫你存在雲端 你看滑過去 他就會幫你放在這個 集錦裡面 集錦就是我們的資料桥的概念 你如果沒有做這件事情 那下次 超過那個列表 最近的那個列表之後你就會找不到 目前呢我們的 Copilot 他幫我們生成的圖片的尺寸是 1比1的 1024x1024 那 目前國外呢也有一些就是有開放的 就是可以生成其他比例的 只是 暫時我們這邊還沒有 那你如果 認真一點應該會在左下角會看到 他會有個內容 的那個浮水印 就是用Copilot生成的 左下角很小一個 他叫做內容認證 可是 有時候你看不太出來 所以 這個 因為現在他 一般來講 這種 AI 深層的 這種 浮水印的 部分 還沒有統一標準 所以 每一家都不一樣 這樣有沒有了解了 可以喔 所以 最簡單的你可以像這樣用 那 你也可以像我在 這個 39頁這邊 你看39頁這個 這個是我們以前錄影的時候 有朋友喜歡玩的 就是用 手機 然後呢 用那個燈光 開那個燈光 你只要變成長時間曝光 就可以寫字 好就可以寫字拍下來 可是 要成功 不見得 那麼容易對不對 這個叫 AI來做 比較容易 所以你看 我的場景 是在什麼 中式庭園 然後主體 是一個 小可愛的女生 然後他的動作 就是用仙女棒 去做這個 那他的風格 就是跟照片一樣 所以其實關鍵字是哪一個 是這個 叫做 Light painting 用燈光寫字 今天你知道這個關鍵字 你就可以 用這個關鍵字給他 那這樣子呢 深層的效果 就會比較好 如果你沒有這個關鍵字 你深層的效果 就會比較差 所以其實這個就 好像我們 在做什麼 寫作文不是有家具名言嗎 對不對 你就可以稍微記錄一下 好那這樣下次呢 你要做的時候 就比較容易 達成你想要的效果 所以如果這邊你想要變成 小男生 小女生 很像以前 國小的時候 在做什麼 做 那個造句填控 對不對 你就知道關鍵字之後 你把你的 內容換掉 那你就可以深層 比較符合你的需求 當然這些都可以改 只要你關鍵字保留下來 你就可以得到很不錯的效果 所以這個部分大家都可以試看看喔 好有沒有 你看 其實我們真正實務在做的時候 你要畫出一條龍 剛好可憐 太難了吧 我們要寫字就 不簡單了 好 那 剛剛這邊呢 有老師好像在 問一個問題 對 對 現在有老師提到 他可以生成16比9的 沒有錯喔 但是 那個好像還沒有開放給我們就是 那個 中文的 主要還是在英文的部分喔 就在這邊喔 鄭老師 有提出來 這樣有沒有問題 可以吧 所以你可以再往下走 像 如果你想要做LINE的貼圖 也可以用 簡報40頁的這樣子 當然40頁生成的圖會比較小 所以你還 還要把它裁切出來放大 但是呢 這個 有個好處就是 他都是用同一個 去做的 有沒有都是同一個主角 你看 同一個台灣男才 展示各種情緒的 這個表情 對不對 那這邊呢 他可以生成英文單詞喔 也就是說在圖片裡面直接把這個英文 寫出來 但是如果你要他寫中文 很抱歉 他就不行了 應該說 相形文字他都不行啦 所以他主要能夠寫英文跟數字 好你看喔 我就把這個內容 把它複製起來 好 OK 那我們來試看看 到這邊 你如果不要男生 你就把它給女生 這樣也可以 把它貼進去 女生 女生 好 建立 好這邊有老師有分享喔 就是那個深層 這個16比9的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 也可以參考看看喔 有沒有發現 這樣就好了 這樣有沒有感覺你的繪畫功力 增加很快 可是你有看到的 請問這個字 有沒有感覺 不知道他在寫什麼 對對對 目前 喔 等一下我們會介紹一個 你如果真的想要生成中文的 你可以 找一個 對岸的 這樣有沒有感覺都是同一個角色 對不對 但是不同的表情 不同的 這個情緒 好你就可以把它拿出來 這樣OK 事實上我們在那個 在那個什麼 在Canva 應該同學或老師應該都有在用Canva了嘛 Canva也有類似的功能 因為他有AI 只是Canva生成的這種 結果 算是比較中等啦 不是最差也不是最好 那目前生成最好的 其實應該就是我們的 這個 微軟的這個口拍的 好那各位 我給你看一下 簡報42月 42月就是我真的把那個寫出來 你看我要求他 幫我把 這個字 招牌 寫著 Happy New Year 2024 有沒有看到 生成的結果 裡面就有這個 這樣你理解了嗎 所以你要他生成英文 在圖片裡面 或者數字 這個是做得到的 當然不見得都會成功 但是 他是可以 完成的 可是要生成中文就會比較難一點 這樣有看到囉 所以 像這個提示詞 你記得你要寫什麼 你可以用雙銀號把它刮住 這樣他會更清楚 你要他寫的是什麼內容 好 那你看我就把它貼上去囉 讓他建立出來 有沒有感覺 點注用得很快 所以呢 這個真的會有點上癮喔 因為你會覺得 啊我只要出一筆嘴就好了 好你看這樣有沒有就有了 可是他還是會寫錯字喔 有沒有發現 New Year是不是寫錯了 對不對 好所以不見得都會是正確的啦 但是 至少 他有機會是生成的 那 最後最後 我來這邊跟大家介紹一個 對岸的服務 在下面 那個我拿掉 算了 最後我們稍微比較一下 在這裡 就是說如果各位呢 你有 興趣 想要玩玩看的 我把 我們比較常用的幾個 這種AI生成組織平台 做個比較 第一個 就是Adobe的 Firefly Firefly它有中文 可是Adobe都比較cold一點 他只有一個月25點 各位是一個月不是一天喔 所以 一天不到一點而已 像我有付費的 就 點數有500點 但是我一個月要交640塊 你願意嗎 好那再來我們Cobyer就是15點 那Canva呢 一個月有500點 就是老師跟同學如果你用教育版的就有500點 好那這個 Ideal Grand也不錯啦 就是有25點 那 AnyTest就是我講對岸的 他是阿里巴巴的 開發的一個 線上的 等於說有人把它做成 放在一個 公開的一個測試平台上 那這個就沒有限制喔 你就看他的流量這樣子 那 目前呢 大部分 你如果要生成英文的 大概就是Firefly啦 Copilot 這些都可以 Ideal Grand也可以 那AnyTest當然也可以 Canva就比較難 他有時候有有時候沒有 所以這個我就把它先設為縫 那 比較特殊的就是生成中文 Firefly可以生成中文的字 但是他就只有字 但是呢 我們其他平台都不行 只有AnyTest 他可以直接在裡面生成中文的字 這算是比較特殊的 所以你就知道 為什麼美國會對 大陸 這個AI晶片想要控制他 因為他沒有他厲害的地方 AnyTest是大陸的 對 但是這個部分 其實 可以用可以用 他有一個平台是 台灣就可以用的 你如果有興趣的 我下課再把那個網址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有寫一篇部落語文章介紹 這樣OK嗎 可以喔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